美国所谓的2019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罔顾事实 颠倒黑白 无视新疆社会和谐稳定 繁荣发展 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现实 对新疆人权状况和中国政府 治疆政策进行歪曲抹黑和无端指责 严重地践踏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法的 基本政策 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 我们认为这是赤裸裸的霸权心情 我借此机会再次重生 在新疆问题上 最有发言权的是新疆各族人民 任何搞乱新疆的图母都不会得逞 美国的任何造谣 污蔑和诽谤 都不能扼杀 新疆人权事业发展进步的现实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新疆人权事业发展进步的现实